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星期教室朋友大家好 都說現在熱天,沒有心機煮飯 煮意粉,很方便,很快脆意粉 先放些鹽進去水裡 做一個,以大人,很像我煮公仔麵這麼簡單 加乾淨意粉,再放些鹽,再放些意粉 這樣吧,替包裝,意粉就替包裝 建議份量,建議時間是多少呢 我用回建議時間,這裡大四大約是9至11分鐘 我會煮8分鐘左右,在水裡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多時候,我都說過,我要煮2至3分鐘 在水裡,剛剛沒有18分鐘 放這麼久,沾給鹽,灑一灑就可以了 OK,我們可以煮煮 另外一邊,我們燒熱鍋 現在可以煮一個,好像我們煮公仔麵 很簡單 這樣就不用了 這樣放在這裏就可以了 放下去 還有放在這裏 讓它外出一些味 好 這樣煎到 煎到的油出來 我把黑椒放進去 好 這樣下了 下了些 肉都炒到香 放少許意粉的湯 少許就可以了 煮一煮 先煮一煮 剛剛的十二粉的湯 煮一煮 讓它味道 都出在那裏 這粒蒜頭 也都 熬成真趣了 可以 煮一煮 好 就是這麼簡單 二層都可以了 直接 可以放在那裏 直接放在那裏 煮一煮 煮一煮 好 再放多一點 水 因為等一下 煮二份的水 已經有二米 所以這裏就不用下鹽 那另外呢 我發了一隻雞蛋 裡面呢 我會有一些 綿羊芝絲和巴馬芝士碎 兩種芝士碎 我就是倒下去 倒下去 一直倒下去 讓它 讓它和那些意粉 混合 這個就是一個 很經典的卡邦利酒 當然是香港 如果你沒有這些綿羊芝絲 你只用上芝士碎 你只用上芝士碎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呢 剩下均勻 這個 一個很棒的卡邦利的意粉 就輕易完成了 很厲害 你看看 那些芝士的奶油 和這個 已經是融化了 變成一個 很漂亮的卡邦利酒 那我煮這些 我的習慣 最後呢 我也是會放些番茜下去的 第一 顏色又靚一點 第二又會香一點 很棒 是不是很棒 今天是我的卡邦利的意粉 就上了桌了 最後呢 我再放些少許芝士碎 再放些少許 再放些少許黑條碎 再放些少許 這個呢 跟我們煮出前一丁 差不多時間 要加均勻的意粉 那就完成了 希望呢 大家都喜歡 這個意粉 記得 我叫Bank Can YouCan 再見 拜拜